今天today no kyo 带你们去一家 我一日本哥们说千万 不要让我去拍的一家 新的日料小店 因为怕拍完以后吧 人太多 说他们家性价比质量 就在 南港旁边的光明饭店的 地下一层 店名叫 三家居酒屋 这小店的环境还可以啊 有一股 装修完的木头的清新味 咱是炸黄的炸皮是吧 你们看他这菜单啊 这边是日语的 然后 这边是中文的 来来来来 咱俩先开始 啊 啊 哎 炸黄啤酒真的好 这个是今天日本空运过来的煎鱼 老板在处理 芥末章鱼 老板做的小前菜 这小绿菜还挺好吃的 小前菜 挺好吃的 牛油果蔬菜沙拉 哦 挺好吃的 它在土豆泥里边有肉 然后配合着牛油果 味道做的不错 小猪加鱼泥 卷着紫菜吃 卷着那一个 来一口尝尝 真的挺好吃的 里边那个紫苏叶的味道特别浓 真的好鲜啊 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尝尝 在北京能吃到这个 小猪加鱼的拿米洛的也不多 鱿鱼一叶干 很Q彈 因为一叶干 所以它的味道啊 浓缩的非常OK啊 可以 十板牛舌 哇 这牛舌切的还挺厚的啊 还不错这个 这画面感可以 不是 你看这牛舌 里边粉嫩粉嫩的 切的还挺厚的 超级嫩 而且牛舌的那香味真的是 贼子嘛 我觉得他们家 因为是日本的老板在这 亲自经店吧 所以味道啊 做的还真是OK 真是OK 哇 真的超级汁 真的贼子嘛 真的贼子嘛 这炸母力满分啊 咬完以后里边的汁爆开真的是贼子嘛 日本空运过来的鲜鱼 这搁点蒜片 还有萝卜汁和山药 一口闷的意思 嗯 它这个季节的鲜鱼吧 稍微瘦一点 在日语叫 就是初鲜鱼 秋天的鲜鱼的话呢 叫 就是回来的鲜鱼 会比初鲜鱼的油脂要丰富一些 但是也很好吃 它的口感是非常清脆 然后清爽的这么一个味道 三文鱼刺身看着还挺肥的啊 你看他们家这个切的还挺厚的啊 来一口 这三文鱼这个入口即化啊 非常好吃 这肉啊一点都不水 味儿挺浓的 贼文吧 里面有鸡肉丸子 来一个 还有 这个叫什么 炸的豆泡丝 它主要是熬了12个小时的这个汤啊 尝尝 这忒浓郁啊 我觉得这鸡汤的味儿真的太浓郁了 嗯 不是腥的 鸡油的浓郁的味儿 很香很香 很香 我觉得这老板刚才说的很对 里边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但它的出众的点是它的汤底 你们看这汤都有点 挂 有点高级日式拉面里边的那个汤底的感觉 真不错 里边真是还挺多东西的啊 还有牛棒 鸡肉 白菜 这一锅冬天吃真的是挺逮劲的 好了今天算办个商务局啊 所以我就先拍到这儿 然后一会儿继续喝酒去了啊 大家觉得他们家怎么样 我觉得还真是很不错 如果想来尝一尝他们家正宗的广岛炸牡蜜 可以来啊 那想了解更多北京正宗前好吃的料 请关注乌曼娜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